我负责让爸妈满意 你就负责做自己 孙悦 妈妈特意把这张照片找出来了 等你考上医学院以后呢 我们也在校门口 拍一张照片 好 你哥哥 如果知道你考上了医学院 我想 他肯定会特别地开心的 行了 你去睡吧 你 我来吃 老哥 那我们就在这门口拍一个呗 你跟我们下先拍啊 可以 这个请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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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你站中间 你中间 你中间 对对对 好 站一下啊 三 二 一 再来一个 保险 好 要拍轻点 三 二 一 好 小峰 哥 你站这儿 你单独拍一张 哥 你站好了 不不不 晓月 你跟你哥先拍一张 来个不拍了 你真真行 这儿你不唯一要考医学院呢 还有个白痴 我不考 咱们家有哥哥一个就够了 我呢 你自己看 你想得挺轻松的 回来 你对准了吗 交点啊 我可不轻松 你这考研我比你还紧张呢 你要是考不上 这担子就到我头上了 那我怎么办 不过还是恭喜你啊 哥 等我毕业 再来一张 好了吧 来来来 开心点 开心点 三 二 一 咱俩是十几年天天待在一起 你这一走 我还是有点不习惯呢 长大了啊 算你有点良心 哎呀 但你们这一走 我算是彻底解放了 你考上之后 爸妈都没见到 让我学医的事了 那你自己有想好 后面想学什么吗 我就想世界各地走走 到处逛一逛 看看雪山 看看大海 想得还挺美的 到时候你可得陪我 我哪有时间陪你啊 医学生的课业本来就重 等过两年我毕业了 去工作了时间就更紧了 选了医生这条路 那跟你肯定不一样了呀 你不放假啊 行 那放假的时候陪你去呗 不过小找啊 我不在家的时候啊 你得替我好好照顾咱爸妈 特别是咱妈 她这个人啊 是敏感了点儿 严厉了点儿 和她都是好心 没事别顶她 我哪有你会哄爸妈呀 我哪是会哄爸妈呀 我有时候看着自己胸口的腻倒疤 我就在想 可如果当初不是咱爸妈那么坚持不放弃 你哥我现在可能就没漏 你说这个干嘛呀 这不是想到了吗 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当年我出院的时候医生跟我说的话 是我那个病能治好非常地不容易 所以我要比别人更认真更努力地好好活着 我现在想法也特别简单 就是像爸妈一样 当一个好医生 你呢 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我负责让爸妈满意 你就负责做自己 不过啊 你不能让爸妈生气啊 知道了 哥 你是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